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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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大家好 3月28号星期五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欢迎各位走进我们这期的新闻直播间 一起来关注新闻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一海回国迎接仪式 上午6点30分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43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一海交接仪式 今天43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英灵回到了祖国 2014年3月28日 担心为祖国脆百半英魂英雄时代英雄人 一百年前中国大师人郁达夫面对内忧外患的现状发出了呐海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 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 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 请英雄回家 标志着一个民族所秉持的英雄观和价值观 崇尚英雄 捍卫英雄 学习英雄 关爱英雄 使英雄高山扬指 让信仰和理想 坚如磐石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熊熊战火即将烧到中国边境 压力降电 根据朝鲜政府的请求 中国政府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入朝参战 1950年11月 志愿军的一个部队向长津湖推进集结 长津湖 位于朝鲜北部复占领山脉与狼林山脉之间 长津湖及周边地区平均海拔1000多米 夜间平均气温在零下40度左右 特冷 桥水银将四十年没碰到这么冷过 冷到什么程度呢 战事呢 动响了 我们就好心好意地给他弄了桥水银这个屋 一难会坏了 起跑了 这个战事整个鼓起来了 有个脆气呢 我们就被裤子给你剪掉 衣服给你剪开 这个炮一破了以后啊 屋里像整个馒头一样的 都得也整齐 关键是美国空中的封锁 我们的交通线 铁路线 公路线全部炸断 后方的棉衣无法前锁 所以导致前方的部队来不及换装 紧急进入阵地 1950年11月28日 长津湖四英岭阻击站打响 一夜激战过后 敌人残步 边打边退 准备从四英岭逃走 这正中了我军的部署 因为料定敌军会从四英岭撤离 头天晚上 我军就已在这里设了埋伏 但结果相反 第二天早上 敌军却从四英岭悄无声息地溜走了 通过这个爱口 我们是应该有部队的阻击的 按照我们的这艰军 这种作风来讲是应该有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 没有一点动静 爬上是阵地一看了 我们整年的人都冻死在阵地上了 他们是靠着这样一种信仰的力量 来支撑了自己 根据长津湖四英岭战役的真实故事 远济南京区的战事业余演出队 排养了这部冰雪雄魂的歌舞剧 冰雕版的官兵们在茫茫雪野中 虽静默无声却庄严为爱 寂静无声中 让世人读懂了中国军人的铁的意志和纪律 他们当时和我们的年纪不相同 虽然那个时候武器装备非常的低劣 物质生活也极度匮乏 但是却用呼唤炮火的纳装 冰封雪果的沉默 坚守着脚下的阵地 心中的信仰 毛泽东后来讲的 美国人是钢多 我们是气多 他钢铁多 我们气别了强 我们完全凭利用精神的力量 相当地把这方架倒 中国人民志愿军 这支军队令人敬畏 他到底有着怎样的独门秘籍 能让自己的士兵始终保持不洁不衰的斗志和士气 是英雄之脉的传承 这一传承 使这支军队的每一名官兵 在他的党 他的人民 他的国家需要他 召唤他的时候 就会从每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或队列中 挺身而出 在刹那间 完成由一个普通士兵 向英雄豪杰的升华 这些士兵 会面向出过来的敌群 对布画鸡高呼 向我开炮 会愤然跃起 用身体堵住机关枪 喷吐的火舌 会毫不犹豫 跳进冰窟楼中 救起落水的朝鲜儿童 会超越生理极限 任烈火上进自己的躯体 谁在烈火中有胜 护我家国者 虽死有胜 谁是最可爱的人 放我中华者 虽远必住 这里是山东省宜园县 这一行人 要去看望的就是 被语为中国的 鲍尔克查金的传奇英雄 朱燕夫 朱燕夫 十四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参加大小战斗上百次 多次立功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朱燕夫所在连队的战友 全部壮烈牺牲 他本人 在四十七次手术 九十三天昏迷后 奇迹般的苏醒过来 失去四肢和左眼的朱燕夫 没有躺在功劳簿上 他依然回到家乡 托着十七斤重的铁制甲织 带领了全村老少 一起整山治水 填沟造田 打井挖去 在每一小工程这些 他怎么破解他了 堵不动了 妈家就下了 下了他爬 爬嘛不爬 爬不就下来了 来上来是下 咖啡上来是下 脸上来画的 不太强烈了 都看着高 看着 上这么个的山顶 我得你干什么不说 没有鼓吹一句话的 我就不相信 这些人这么穷 就没话 这句话不多 但是呢 对上来都不敢 二零一四年 在太平洋的西岸 世界的东方 漫卷 飞扬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英雄 我们英雄为了我们今天这种和平 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流了先血 献出来生命 太太有意义 太有必要了 朱彦夫和经常来看望他的董方军 已是忘年交的朋友 关怀老兵 弘扬英雄主义精神 也一直是董方军的努力方向 董方军给老英雄说的纪念园 就是经由媒体报道得知 董方军迅速跟进 紧用了几个月时间 就完成基本建设的一处烈士陵园 1938年初 台尔庄战已爆发 期间 在林仪祖籍站 一场战斗中阵亡的486名将士 被掩埋于林仪市各沟镇 西安乐村外的荒野中 从这个地方到年龄 正好一条水狗 躺那个臭水 然后就说这三个墨地 在这个臭水当中 我们没有这个经济实力 当时想的法 想法是很简单 很简单就是考虑吧 给他花个三五千块钱 立个小院墙 把他立个小杯放在这个地方 就将后人去还原他 村民的善举被媒体报道 在看到这些曾经为国浴血奋战的老兵 如今却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 董方军心里焦急万分 和时间在跑 把这些英雄我们记录下来 我们把这些为国家为民族牺牲这些人 这些精神 服务他那 危机为他那伤口 不能再拖了 所以说我很着急 我也发动很多人来做这件事情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 曾经被臭水沟污住的乱坟港 在董方军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努力推动下 很快修缮成了灵远 486位为国捐取的烈士 终归庄严 这尊重与致敬 宣示着人民对英雄主义的后卫和弘扬 对待英雄的态度 最能检验一个民族的信仰 英雄的灵魂家园 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生长的精神家园 2015年金秋十月 四川建川博物馆 又迎来了新的一批抗战老兵的手印 这个你特别高兴 高兴 你们都是 这个很清楚 因为这个老兵这个手是本来那个了 对对对 像这个老兵 特别好 我父亲我岳父都是抗战老兵 我父亲去世比较早 我就收集了我岳父的手印 大概在十二年前吧 我就想收集老兵的抗战老兵的手印 做一个广场 记得当时第一次收集的时候 收集了大概一千多人 到今天差不多有五千人了 可能是全世界收藏老兵手印最多的一个广场 在这个占地三千平方米的手印广场 耸立着四十多块钢化玻璃纪念碑 手印的左侧 刻着他们的姓名 抗战时期的单位 或部队番号职务 首期收集并制作完成的三千四百个手印 呈杯子型排列 象征着抗战战争的伟大胜利 里边的手印呢 我们主要是收的是右手 扣板击的手 扔手的弹会大到的手 但是呢 也有几位是左手 因为抗战的时候 右手被日本人打掉了 然后他就右手没有了 然后我们用来左手 其中还有三位是在 他的手印 我们是到太平间去取下来的 在中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 正是这种种田的手 桌饼的手 变成了握刀的手 拿枪的手 挡住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 保全了中华民族的江山和血脉 这些当年的学生 农民 商人 职员 在国难当途的时刻 做出了同一个选择 参军抗战 这种精神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这种抗战精神 就是老兵 不为强暴 用自己的生命 去给鬼子进行搏 搏杀 然后使民族的那种心声 这是做铁血精神 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种 老兵的这种情怀 和就是老兵的这种战斗精神 都能受到感动 我想这种 这就是老兵的一种 在线之旅 他们英雄精神的一种传承 战场上每一寸阵地的争夺 每一次胜利的取得 都浸润着鲜血和生命 曾经鲜活的记忆 正逐渐沉寂为永恒的历史 但那些埋藏在灵魂深处的热血 就像这一幕幕真实的演绎 就像这一枚枚英雄的掌纹 刻骨铭心 传续永恒 战斗的DNA 甚至中华民族团结的DNA 还有一种英雄的DNA 就这种预算机 需要长期去计算和发扬 现在活着老兵 越来越少了 希望老兵 我的每个年轻人的听众 关注英雄 弘扬英雄 注意精神 这是千年古国走向复兴 九州圆梦的重要前提 在全国 幽浮包养英雄的各类措施 规定相继推出 与此同时 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截至2014年底 国家已设立 劣势纪念设施管理机构 1516个 占地面积4564公顷 机构内 劣势纪念设施 9289处 零散劣势纪念设施 11365处 从中国革命精神支援的 红船精神 到井冈山精神 延安精神 太行精神 宜蒙精神等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承 发展与践行 指引着英雄前行的脚步 筑解着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 在部队 对英雄的尊崇 对英雄主义精神的学习与践行 始终代代相传 因为在他们心中 英雄是旗帜 也是高善 对英雄是旅行的 像星空一样永恒 任凭岁月沧桑 也无法黯淡荣光 把硝烟明白 他们为不抗争 和平降临 他们把幸福支撑